中原大学 淮恩楼为校内最古老的一栋建筑物 当初原本是栋废弃破烂的军营 经过整修后 所有的教室、办公室、宿舍都在这栋大楼 目前为学生教室使用 而建筑前方的校门设立有公车站、往返中立火车站与台北火车站 维彻楼象征中原大学新时代的开始 性望爱三合一的拱形旧校门则迁移至中原古道 也就是最早的校门位置 新建的维彻楼与拱形旧校门两个重要建筑物相望呼应 代表传承创新、既往开来的精神 为提供学生拥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费时两年半打造智慧型真知教学大楼 此楼命名的由来是源自中原大学教育宗旨中提到的 中原大学之建校 旨在追求真知力行 展现了中原大学对教学方面的重视 为提供同学多功能学习 教学大楼二楼特立设立了乐学园 乐学园的群名是源自于校长希望本校的同学都能够以学为乐 因此打造出此环境优美舒适空间 乐学园总共分为五大区域 分别为活水来讨论坊 有思随客服室 总市村学用区 以及风雅送一文厅 学园大道特色为绿树 设计团队结合植物医生 发展许多工法与材料 实践以榕树为主体的场域改造 为中原校园创造人数共生的环境 当今混凝土的垂直遮阳 陪伴多少电子学院学生度过他们穿梭在讲堂 电脑教室与实验室中的日子 中正楼于1978年落成时 是桃园地区最大的集会场所 除了例行的周会 毕业典礼 颁奖圣典及电影欣赏 新鲜人在此宣誓遵守中原四部 建筑馆爬满藤蔓的洗石子外墙 让人误以为是一座欧洲古堡 仿佛要进行一次惊险的探访之旅 是造访者怀抱着又惊又喜的心情 一栋一层楼高波浪般折板屋顶的老房子 据说是学校内硕果仅存的特殊建筑之一 设计学院成立于1992年 为国内率先成立的第一所设计学院 它曾是餐厅与活动中心 而现在是设计学院的家 土木系是中原理工学院创校四系之一 毕业校友参与过台湾众多重大建设 聚烦高速公路、大坝、桥梁等 都可找到中原土木人的影踪 自强商学大楼由商学大楼及管理大楼组合而成 是商学院的主要院区 以理工起家的中原大学早期男多与女 国贸、气管、会计系的生力军加入校园后 使行走校园的面孔突然多样化起来 这栋原有7317平楼地板面积精神堡垒的落成 是基督福音传播校园的铁建镇 也是中原大学若实全人教育的大本营 圣经诗篇八四篇第六节写道 他们经过流泪谷 将这谷变为全员之地 并有秋雨之符盖满了全谷 中原大学坐落在桃园中立区的普仁岗 不仅是上帝开展台湾高等教育的起点之一 也是上帝推广全人教育的源头 一旁更有藏书丰富的将近与图书馆 落实中原全人教育 中原中塔象征中原基督精神与光明前进的意涵 坐落于本校唯一的草坪 在宽广的中央大草坪上 中原的著名地标炎然耸立在校园中 《凤凤花开》的毕业季 它是学生们喜爱驻足拍照的景点 喜剧的科学馆是夏内一栋古老建筑 虽然它花了很久的时间一部分一部分的建造 中原的学生在这里享有最大的福利 一整学期使用试听教室 打篮球 排球 雨球 柔道 特韵律舞蹈健身房练身体 花费只在千元以下呢 中原大学 欢迎您的丽临 为您的大学生涯 留下最美好的回忆